我們仍然處身在我們翁師傅的道壇 上一集我們拍完之後 其實師傅告訴我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說 其實師傅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令牌這件事 我們會看到在案前 看到一個令牌 這個令牌是高公法師 每一次做任何法會都需要用這個令牌 這個令牌是為何會需要呢 你會看到前面 是不是有個語字 一個言字 這個金字 這個黃字 這個一個車字 一個三點水 原來這裏已經包了什麼呢 是剛才我告訴你那四個 就是玉皇大帝 玉絲玉 玉絲玉 就是他的紫微大帝 這個令牌 用來招將玉能 你看看後面 只是玉皇大帝 是 前面這一個 有天王號令 加上其他那些 如果後面這個 就只是玉皇大帝 所以是 玉絲玉 用來叫玉皇大帝 給高公法師 招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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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件 旁邊有些字 師傅 是呀 你真是眼淚了 你會見到 這裡 我們有二十八個字 由這裡讀 各曠是房 心美姬 斗牛女虛 危失迫 灰女懷寒 不咀心 井鬼 柳星 張逸真 這裡是二十八個字 二十八個字 代表二十八壽 二十八壽 你真是聰明 會問你 原來二十八壽 有那個高公法師 當他知道 看完通信 幫人做法事那一天 他的手勢 當然他不會告訴你 但是那個高公法師 他會按住 當日那個字 即是說 他要通知 當日的 植日公從 例如我們今年 2019 幾二十年 我們的植年太歲 就是謝太 這一個是當日的植日公從 所以 那個法師 按住那個 就告訴你 我今天 要這個植日公從 替我做事 所以 這裡有二十八壽 就是說 我要當日的植日公從 替我送公民 嗯 好了